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因武器问题而引发的美土关系波澜 据路透社12月11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称 因土耳其购买俄罗斯S-400防空系统 美国政府将宣布制裁土耳其 近年来北约及美国政府始终反对土方购买S-400 认为土耳其使用俄制反导系统无法识别出有军战机 还会将美国F-35战机的电子信号暴露给俄罗斯 美方要求土方取消购买S-400 然而土方却一直向美国说不 土耳其2017年与俄罗斯签署金额大约25亿美元的合同 购买首批S-400防空系统 俄方2019年交付 今年8月双方再次签署合同 土方购买了第二批S-400防空系统 对于土耳其执意购买俄制S-400的行为 美国多次发出警告 就在最近美国国会参众议院表决通过了 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该法案规定对土耳其购买 俄罗斯S-400防空导弹系统的行为实施制裁 制裁将在法案通过30日后开始正式推行 对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1号表示 若美国对其进行制裁 那将是对土耳其这个北约盟友的不尊重 土耳其与盟国的争端 可以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 对此为止